观音链怎么浇水 大家好,我是Jason,我们是生活之人 我们会不定期在这个channel分享关于植物跟生活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like和subscribe 所以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影片再见 那今天我要聊一聊,浇水这回事 如果你也喜欢在你的阳台啊,或者是你的室内养一些植物呢 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很多人都一直在问的就是 我应该什么时候浇水,多久浇一次水,怎样浇水 因为浇水其实是一个很,我觉得算是一个蛮大的学问 因为我也是经历了很多心痛的离别过后 就是重视很多植物啦 然后才慢慢慢慢有一些心得 尤其是在浇水这方面 我想说就是纵观我手头上有一大部分的植物呢 我只能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结论 就是绝大部分的植物是浇水浇湿的 就是你浇水浇太多而死 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要怎样去浇水 因为你买植物的时候你问老板 老板我要多久浇一次水 他肯定会跟你讲,你三天就要浇一次,一个礼拜浇一次 可是他这样子讲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 因为每一个地方它的环境,它的湿度跟它的温度会很不一样 这样子会造成不一样的浇水的一些需求 如果你在阳台中,你的并不是很通风的一个情况 如果你一直浇水,它会造成积水 因为其实很多,绝大部分的植物都不喜欢积水 他们喜欢吃,当然因为他们需要土壤的那些水分来成长 可是它不能积水 积水就是说呢,你的那个土壤里面呢 它没有办法很输水 就是它一浇下去,它累积 它造成会造成什么?造成烂根 烂根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如果你看你的叶子啊,开始变黄 黄叶、枯叶 它如果不是耗叶,它就可能就是烂根的一个表现 所以烂根其实也很难啊 基本上你就唯有把那个土拆掉 然后呢,把烂根的部分剪掉 你才能够有办法救 OK,所以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 我自己本身的一套浇水的方式 OK,那首先呢 你不需要问你的花圃老板什么时候要浇水 因为你的植物本身会告诉你 OK,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我们就会把 我会有准备这一个竹签 这个竹签是很万能,很好用的 你去随便超市就有一堆啦 你买了这个竹签呢 有这个竹签 第一件事你要探讨你的植物需不需要浇水 你就是用这个竹签插进去它的土里面 看到吗 你就插到底 OK,插到底 然后呢 你拉出来 你就可以摸一摸 看那个竹签到底湿不湿 如果它已经干了 OK,你要再确定你可以插多一次 诶,干了 干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浇水了 好,我们来示范一下浇水这一块 OK,这个就是我们擦土 探 我们需不需要浇水的一个方式 确定我们需要浇水 要怎么浇呢 首先我这个湖 这个湖大概是有一个300到400ml OK,我的做法就是呢 我就这样子浇水 OK,我基本上就这样子浇 因为它的土 基本上都比较 输水 你看到你浇的时候 它马上滴上就开始滴水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浇透的表现 所以有些时候呢,就好像我说的 可能你的土太干 所以我们也可能需要让浇它久一点 确定它的那个土真正有被浇的湿润 你看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介质 因为你要记得 尤其是观音联 它基本上它本身是不能够用太积水的介质 所以我通常都是用多肉介质加peat moss加perlite来mix的 所以它就很熟水 熟水的好处就是它既能锁水 有一定的那个锁水的功能 同时它也不会积水 积水就是很危险的一个情况 因为很多植物就是因为积水而导致烂根而死 所以这个就是 攪完啊 大概就是你觉得OK 那攪了过后呢 你会觉得你的植物变重了 变重了过后你就大概知道这个重量 就是它浇满水的一个重量 它也是一个indicator 可以让你知道 whether你什么时候要浇水 所以呢 知道了吧 so浇水千万就是要根据你植物 跟你的环境本身的需求来浇水 千万不要因为花果老板讲 三天浇一次 你就放脑中三天就浇一次 很快你的植物就不会被你浇死了 so希望这条影片能让你知道 更多关于你怎样去判断 whether你的植物需不需要浇水 如果你喜欢我这个影片 记得按like和subscribe跟分享给你的朋友 然后我们下一条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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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